立体的第二大类 政治分类的第二大类 这就是慢性的久力 慢性的久力比较多见 比较常见的三个阵型 第一个阵虚力 第二个虚寒力 第三个休息力 那么在这当中是休息力最为常见 我们刚才讲的休息力最为常见 虚寒力也比较多见的 也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阵虚力 阵虚力呢 它实际上从它的发生演变的过程来看 大家想想 大多是一个湿热力发生演变而来的 湿热伤音 发生演变过来的 所以说它在发作的时候 它的力气的表现和湿热力的特点相类似 比如说它排泄物 它的排泄物 农血比较粘稠 质地比较粘稠 也有不痛有力气厚重 但是这种力气厚重 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虚作鲁子 虚作鲁子 大家可以解释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虚作鲁子 也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好像古人 大家都知道看过这个什么 比如说一些清代的一些电视剧 大家看到 我们以前有一个什么电视剧 我记不得了 这个好像是田龙的 有一个什么飞子 大家刷马桶的 大家不知道记得 也就是说在古代 他还是这个古人 他这个排便还是用马桶的 用马桶的比较多 当然当时的中国人的马桶都是木马桶 所以说他是坐在马桶上 所谓的虚作是什么呢 就是坐在马桶有便利 但是排不出来 努力 所谓努力的去 用力的去排便 还是排便不差 这一方面啊 他就表现 他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以及厚重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提示他有一定的虚项 提示他有不同程度的虚 这个不痛 有隐隐的灼痛 在旗下隐隐的灼痛 同时他犯有的症状 时少心烦 时少提示了有明显的症虚 这个症虚表现为体虚 心烦口干 心烦口干提示了有热 这个热应当是一个虚热 为什么这个口干 心烦是在夜间比较明显 蛇智红酱 少精 缺少精液 有些病人表现为舌体的瘦小 蛇智偏红 舌体瘦小 缺少精液 舌胎 薄膩 或者是有些人表现为花果胎 脉象细素 那么他的病肌 主要是由于失热损伤的阴经 阴虚血热 而导致的肠落受损 阴虚血热肠落受损 那么我们治疗呢 要养阴合影 清肠化湿 我们常用的代表方用的是黄莲鹅胶汤和筑车丸加减治疗 这个黄莲鹅胶汤是一个能够兼阴清热的 同时配合住车丸 住车丸 它能够寒温并用 它是一个寒温并用的方子 它能够兼阴阳血 同时它能够清化湿热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邪症坚固的 邪症坚固的 这两个方子合体来使用 既能够照顾到症虚 同时也能够清洁 雨血 雨下来的一些吃热之血 那么我们常用的药当中 依然是黄禽黄莲配恶胶 能够清热 坚硬止密 同时加上少药干草当归 大家这个配合就熟悉了 它能够养血合影 能够缓急止痛 加一点干姜 少佐一点干姜 主要是它能够牵制 黄莲黄芹的泰国苦寒 就像我们前面 少药汤里头 少加一点肉桂 它的寒意是一样的 同时配合使用点生地鱼 地鱼 它能够清热 凉血止血处理 这是我们常用的药 那么在加点变化当中 如果说这个病人虚热比较明显 虚热灼伤筋液 口干 口干烟灶比较明显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随正加点 加点什么 加点沙身 加点石壶 对吧 能够 既能够养阴 又能够生津 能够养阴生津 如果说这个病人 排便的时候 还有比较多的 大便当中还有比较多的血 有比较多的血 这个时候 加点什么 加点单皮 加点沫汉莲 能够 既能够清热 又能够止血 那么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单皮 它还能够活血 是不是 还能够活血 还能够化育 当然这个时候 如果出血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单皮也可以把它炒成炭 单皮也可以炒成炭 湿热会轻 也就是湿热之前还比较明显 这个时候 比如说 粘液浓血 变质地比较粘稠 腹筒以及腹筒 还比较突出 舌肠还黄粒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仿照湿热力 湿热力的提醒发作的阶段 实际上加点什么呢 加点白头鸿 加点琴皮 甚至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 我们可以考虑 用点勺药汤 或者用点白头鸿汤 加点变化使用 都可以的 这是我们讲的阴剧力的治疗 虚寒力 它在云床上的表现 那么它的下力的质地 是清晰的 颜色是赤白香杂 但是以白为主 甚至是成为白洞的 它往往是寒湿力 发展碾变过来的 除了寒湿力以外 也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湿热力 过用了苦寒的药物 损伤了脾痒 大家想啊 过用了苦寒药物 热气 湿流 湿从寒化 也可能会形成什么 形成这种虚寒力 那么它表现出来的 白的多 红的少 甚至是 成为白洞 严重的病人 会有刮脱不进 甚至会有脱缸 分辨的 质地比较清晰 也没有特殊的 这种腥臭味 同时 它的这个腹痛 以及厚重呢 是隐隐的痛 但这个痛 虽然隐隐的痛 可以忍受 但是呢 它又持续的绵绵不休的疼痛 绵绵不休 而且这个疼痛 喜温喜爱 大家从它的喜好上 能体是 是属虚 属寒 同时这种肛门 有厚重感 有贼重感 这种贼重感呢 在排便以后 更明显 排便以后更明显 那么它全身所伴有的症状 有胃寒 脂冷 有胃寒 脂冷 不想吃饭 精神比较差 精神比较差 那有些病人 可能会出现腰气酸软 那么大家想想啊 如果说这个病人 出现了腰气酸软 这样的症候 皮是我们一个什么问题 皮是它已经涉及到肾了 是不是 已经涉及到肾了 这时候可能不是一个 单单的脾阳虚 是不是 它可能合并 脾肾的阳虚 这样的表现 所以会出现腰气酸软 这是一个特点 从舌质上来看 舌质偏淡 舌苔薄白 脉相沉性 比较弱 那么从它的定基上来看 主要是一个 皮肾阳虚 皮肾阳虚 盘室内生 组织于肠骨 那么我们治疗呢 要温不皮肾 同时配合一些 收色固托的药物 尤其在什么情况下呢 大家看 在它有滑脱不净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 加一些收色固托的药物 那么我们常用的代表方 是桃花汤和真人养荡汤 那么这个桃花汤 能够温中色肠呢 而真人养荡汤呢 它能够温中 能够补虚 还能够补虚 还能够顾托 这两个方子合起来 既能够温中散寒 又能够补虚色肠 顾托 我们常用的药物 首选的 大家看 人参白柱 干姜肉柜 这些 人参白柱 补气 贱力补气的 干姜肉柜 能够温补 皮肾之阳 是不是 温补 皮肾之阳 再配合 使用一点精米 和质干草 能够温中补皮 建立胃气 温中补皮的 那么我们适当的 加以大家看 这一堵药物 核子 阴素壳 包括肉豆扣 赤石脂 这一类的药物 大家看 它具有一个 什么样共同的特点呢 对 它具有收敛的特点 它具有收敛的特点 所以它能够收色 能够不托 尤其是在 滑涂不进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 配合 使用一些 另外再加上 当归少药 当归少药 去干什么用呢 这还是行血的 是不是 阳血 行血 再配合木箱 能够行气 但它虽然这是一个 酒力 一个虚寒力 但是调气 行血 还是 药 还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同时 我们要配合一些 不证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什么呢 就是它要 标本兼顾 标本兼顾 那么这个标本兼顾 当中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病人 还加有一些机制 很虚寒 同时又加有一些机制 排便不太畅快 同时可能会有一些 厌食啊 不想吃饭啊 等等一些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 肤部障碰 我们可以适当的 加点止咳 加点山楂 加点神曲 等等 笑到极致 笑到极致的 那如果说 历久以后 出现了这种 脾须 中气下陷 甚至会有脱缸 小腹部有坠胀感 神皮乏力 一排中气下陷的 这样的一些表现 那么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合用什么呢 骨中一起汤 配合使用骨中一起汤 升举 升举中阳 升举提线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 治疗当中呢 经常常用一些 慢性久力 尤其是一些 虚寒力 脾须有中气下陷的 这样的表现的 小猪和重重罪 走到哪 就是走走 站站就要 就想坐 就想坐下来 说话一点点力气都没有 这时候我们适当的 给他加点 同意汽汤 这个往往呢 起到一个适当的 香味 这是一个 休息力 我刚才讲 休息力是比较常见的 下力十发十指 千言不语 它往往是因为 饮食不大 超稍有一点饮食不注意 或者劳累了 受凉了 就容易就发 发作的时候 大便的次数就明显的增多 同时会加油吃白粘动 当然这个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 它在发作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表现为一个湿热 但是也有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寒湿 所以大家要注意 休息力 它在发作的 它可能会有寒热的属性 但热比较多 寒比较少见 不是没有 所以从它的平时的表现呢 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正虚 这个正虚主要表现于脾虚 脾虚 所以它会有完股杖满 不想吃饭 甚至会伴有四肢的蟹垛 这个倦带啊 湿窩啊等等 湿脂偏淡 舌苔偏腻 舌苔偏腻 脉像乳软 或者虚虚无力的 比较弱的这种脉 那么从它的病剂来讲 是一个病酒症伤 血练肠 否而导致的传导功力 所以我们治疗呢 还要温中清肠 调起化质 那么这个温中清肠 大家看 从这个质法上来看 它还是依照它 在发作的时候 偏于热 是发作的是一个 湿热偏重的一个 这个这个 现象来设计 它的治疗方法 所以我们尝一个代表方 是连里汤 那么这个连里汤 是什么呢 大家学过李中汤了 李中汤再加上茯苓 再加上黄莲 茯苓可以健体 茯苓可以健体 黄莲可以清热 所以这个方子 既能够温中补脾 又能够 煎清 吃热 鱼热 所以常用的药物当中 人参白猪肝腔 茯苓干草 这都是温中健脾的 有李中汤 大家看茯苓 温中健脾 配合使用一点黄莲 它能够清除 肠中的 湿热鱼鞋 清除肠中的湿热鱼鞋 再加上 芝食木香和檳榔 能够行细化制 还要去制 所以我们前面 所有无鸡不成立 不管是 食症的暴力 还是慢性的 需时加强的酒力 它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点鸡 所以我们 几乎每一个 阵性当中 常用的药物当中 都会有一点 行细 去制 化制 哪些药物 这个大家在我们前面 讲解当中 可能已经 能够 观察出来了 那么这个在加减变化当 如果说脾羊虚 虚到一定的程度 比较严重 常中 寒积不化 寒凝积质 而导致的 这个 这种 下粒白冻 倦带食少 蛇之淡 蛇苔白 脉相沉 这个时候 也可以改用 温脾汤加减质 温脾汤当中 大黄和肤子 配合使用 这是一个 这个 第二个 如果说是酒力 而建有肾羊虚衰的 酒力建有肾羊 不仅仅品羊虚 同时也有肾羊虚衰 关门不顾的 甚至会有滑透不进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用什么方子来加减变化呢 我们在联礼汤当中 还可以肾羊虚 表现为下粒 大便自主多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加点什么方啊 四神 是不是啊 可以考虑加点四人 比如说我们这里都 这个无猪鱼啊 无胃子啊 肉都扣汤 实际上就是四神丸的组成 那么吃到的 再加一点肉贵啊 除不子啊 等等啊 能够温胜卵皮 温胜卵皮 同时也能够 顾肠 顾色之力的 这是一个 脾身阳虚 久力不欲 表现出来寒热挫达的 既有寒 降与有热 是寒热挫达 甚至表现 久力不欲 虚实加达 虚重加持 同时有寒有热 寒热加达的 我们也可以考虑呢 用张凤锦的乌霉丸 来治疗 那么乌霉丸最早是 治療安鬼用的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 乌霉丸当中的一些 它的方药组成啊 既能够照顾到虚实 又能够照顾到寒热 它是虚实兼顾 温清病用的一个方式啊 大家想想 我们如果说 久力反复发作 日久不欲 表现为寒热加达 虚实加达的 我们也可以考虑 用乌霉丸来进行 加点治疗啊 当然这个久力在发作期的时候 我们用连礼汤啊 甚至可以用温比汤 等等来治疗 可是当它缓解期啊 在它的平时休止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大家想想 在休止期 它缓解的时候 其实 它的正气的不足 也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脾虚 是不是啊 比如说脾虚 所以我们在它的休止期 也可以给它 用点什么成药 比如说 香沙六斤子丸 有这样的成药啊 香沙六斤子丸呢 这个或者说 再配合一点 士林白树丸啊 来这个 配合健体啊 调理体位 这样的 这个起到一个 一个明正部门的一个作用 那么减少它的发作 增强它的脾胃功能 减少它的发作 所以也要重视 平时期的这个治疗 这是休息的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 治疗方法啊 辩证论证 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这个在我们教材上没有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就行了啊 第一个 有很多的检验方啊 在民间有很多 治疗力气的检验方 这些啊 检验方单方草药 比如说我们随手 就可以拿到 在农田里头就有的啊 比如地金草啊 纳疗啊 包括马齿线等等啊 这些药物 大家都可以随时的 这个选用啊 一两个药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查一些资料啊 第二个呢 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啊 这个针灸呢 它可以缓解症状啊 可以缓解 比如说我们腹痛啊 以及厚重 甚至高热等等啊 都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啊 可以缓解症状的 第三个是我们呃 大家需要了解一点的 就是刮痧的治疗啊 那么这个刮痧的治疗呢 我们同学们将来在 针灸的学习当中 针灸学的学习当中 可能具体的还会 针灸啊 推难也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啊 那么我们只是需要大家了解 就是刮痧的适应症啊 并不是所有的病症 都是可以考虑刮痧的啊 那么我们就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力气来看啊 这个刮痧的适应是什么呢 适应于高热无汗啊 头痛甚至会昏迷啊 有四肢的抽搐 有肢体的这个肢队 有这个四肢这个不温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都是疑毒内力的表现 所以这个刮痧呢 一般来讲是适用于疑毒力 疑毒制胜的时候啊 疑毒内力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刮痧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比如说湿热力当中 湿热偏 尤其热度偏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考虑 用点刮痧的方法来治疗啊 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 那么至于这个刮痧的方法呢 同学们以后在 这个针灸当中呢 还会再学啊 第四个方法 灌肠 这个灌肠的方法 也是我们中医 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方法啊 尤其是我们中医治疗慢性 颜值性肠病 我们经常是口服药物 再加上灌肠治疗啊 这个灌肠治疗 类似于我们中医的外治法啊 我们皮肤 皮肤啊 有创氧等等 外治啊 贴一点什么药物啊 药膏等等 那么这个灌肠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利用了 现代的一些灌肠的一些工具啊 把这个药物直接灌到肠腔里啊 直接灌到肠腔里啊 可以使得这个药物直达病缩啊 直达病缩 同时也免除了一些 有一些病人的服药以后 过分的苦含药物 对肥肠的刺激啊 那么灌肠的方法有很多啊 灌肠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这只是呃 只是举了一个方一个方例啊 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呢 给大家 供大家参考的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啊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书啊 包括我们网络上都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种白头翁 黄柏啊 黄田大黄啊 地鱼白吉 石昌虎 加上西内三 大家看从这个 呃 方字的 方记的组成上来看呢 它比较多的是 使用于什么 施力的这种表现啊 施力 以这个斥白加达的 这种情况呢 比较多啊 呃 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 来灌肠 那么具体的灌肠的方法啊 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今后你们上了临床呢 可能还会去学习啊 比如说 首先这些药物 我们需要的 煎煮 这个煎煮呢 我们需要 农煎 对吧 我们不像 不能像我们 口服的药物一样 一盒一大碗 是吧 早上一碗的碗 下午一碗 上午一碗啊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农煎 大概煎的剂量在多少呢 在150到200毫升之间 啊 在150到200毫升之间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对药物的温度 有一定的要求 温度啊 药物的温度 有一定的要求 太热了 会烫伤 会灼伤 我们的肠香 肠颜膜啊 太冷了 会刺激我们的肠颜膜 引起腹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温度的要求呢 要接近于我们 肠腔内的温度 大概在38度左右 啊 大概在38度左右 呃 同时呢 还有我们注意 灌肠的速度 啊 灌肠的速度 也不能太快 是不是啊 呃 大概150毫升到 200毫升 这个样子 大概在10分钟左右 把它灌完 当然灌肠的深度 当然是越深越好 啊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 灌肠之前 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些准备 比如说 在灌肠之前 我们最好是先排便 是不是啊 先排便 那么最好是把肠道 排干净了 这样的灌肠 疗效是最好啊 肠道越干净 它的疗效越好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 一个什么问题呢 所谓的灌肠 要注意保留 要注意保留 不是灌进去以后 10分钟 它就泄出来了 那是没有用的啊 那个疗效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尽量要保留 至少要保留这个药液 在肠腔内 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啊 那么有些呃 老病人 这个灌肠 这个这个 他这个已经比较习惯了 经常灌肠 这个这个这个方法来治疗的 那么他可能 比如说 我头一天晚上灌肠以后啊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能保留到第二天早上 睡醒了以后去排便 啊 这样的疗效是最好的啊 所以这些呢 在贯穿当中 希望大家注意一些问题啊 呃 立即的预防调补 首先 立即的预防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要注意饮食卫生 这是我们 每一个同学 都应该说 从小啊 我们大家从小学 从幼儿园 从小学 老师就开始教育大家 要注意饮食卫生 尤其是在下秋季节 不光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 要和宣传 我们的政府 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是不是啊 每次到了下秋季节的时候 政府的这个 食物的这种 卫生监督部门呢 会到很多的 这个什么 熟食店啊 去检查 这个这个食品的卫生 为什么 因为下秋季节 食物容易腐败 容易变质啊 所以这个时候更容易 更必须要 引起大家的重视 在立即的流行季节呢 我们适当的 吃一点蒜啊 可以预防立即的发生 也可以用一些 单方法 比如说马齿馅 它可以作为一种菜吃 可以作为菜 所以马齿馅呢 绿豆适量了以后 煎汤饮用 或者我们经常 我们这个地区啊 马齿馅 把它用这个开水 稍微烫烫以后 和生蒜啊 和放了一点醋 放了一点姜 麻油一条 也是很好的 凉拌菜啊 它既能够这个 做食物 又能够做药 这样很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加强管理 这种管理 加强对水源的管理 对粪便的管理 尤其是 地级病人的 粪便的管理 另外的 我刚才讲了 饮食的管理啊 包括消灭苍蝇啊 等等啊 注意饮食卫生 第二个就是护理 护理在急性期 急性的暴力 急性期的护理 有传染性的利剂 我们必须要注意消毒隔离 必须要注意消毒隔离 这是一个 消毒至少要床边隔离 这种病人的床边隔离 要适时的对他所用的一些用具 要消毒 包括病人的粪便 病人的排泄物 病人的一些用具等等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在急性发作期 适当的进食 适当的进食 由开始的进食 随着他病情的逐步的转变 可以改成速半流饮食 逐步逐步再改成啊 速半流或者是流制饮食 再逐步逐步的 移植到他全 改成朴实啊 改成朴实 这是一个 在慢性期 我们要强调饮食要清淡啊 少吃一些肥腻的 或者生冷的饮食 当然有些慢性的病人呢 他自己非常有经验啊 所以他对一些食物啊 比较敏感的 比如说这个生冷的冰箱里头 拿出来的东西 他真的他也不敢吃 他也不会主动去吃 但是作为我们医生来讲 还是要告诉病人 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这是一个 最后结语 希望我们首先同学们要了解 立即的临床特征啊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 立即的临床特征是什么 那三大主动 大家一定要细续的啊 这是我们和 和谢谢鉴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鉴别点啊 不痛以及厚重和立下农血便啊 吃白农血 这是一个 第二从立即的兵因上来讲呢 啊 有外感和内伤两类 外感是呃 持形 遗毒 持结啊 内伤与饮食的 没有节制 或者是饮食的不清洁啊 不清洁 这两者 外感和内伤往往可以交互为患的 从他的藏谱兵位上来讲 在肠主要是在大肠啊 所以呃 这个 他的 这个 立即的病位呢 和谢谢 有所不同啊 谢谢是在中交 刚才你也谈到的啊 而立即的病位 是在下肠 是在大肠 但是他和平位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病机上来讲 我们要求大家 重点掌握的 血足于肠 而导致的气血永质 肠道的脂肪和血落受伤 而导致化肤浓血啊 是个大肠的传导师司 从辩证上来讲呢 暴力多食 酒力多虚 或者是虚实夹杂 啊 或者虚实夹杂 吸不吸力 因为病情缠绵 所以往往比较多的表现为一个虚重价实 啊 呃 从治疗上 我们强调大家要掌握的 啊 出力 要以通为主啊 酒力 以色为主啊 呃 热力要清啊 寒力要温 寒热虚实夹杂的 要呃 温通监色啊 温通监湿 温清病用 啊 通色监湿 温清病用的啊 啊 遗毒力 或者说 胃气衰败的这种进口力 啊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应当及早的救治啊 啊 及时的去救治 防止它发生一些变化 甚至导致内力外托而导致死亡 啊 这样的情况 呃 是可以见得到的啊 呃 临床上经常 呃 也不能说经常啊 临床上是 有的时候会有的 呃 在临床上呢 我们除了这个中药的治疗 口服中药治疗以外呢 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些 需要方法啊 可以提高疗效的 这是呃 所以啊 大家要了解 最后的临床备药啊 临床备药的第一点就是阿米巴里的特殊处理啊 阿米巴原种导致的这种密集啊 我们怎么去处理啊 首先我们在辩证用药的基础上啊 可以配合使用一些辩病用药 比如说你可以在方药当中种啊 白头翁石油皮之类的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我们在学中药的时候也学过一个 特殊的治疗方法啊 特殊的治疗方法啊 什么方法呢 鸭胆子 是吧 把鸭胆子把这壳拖去以后 里头的鸭胆子人啊 取十到十五粒啊 鸭胆子人取十到十五粒 我们把它装入胶囊当中啊 把它装入胶囊当中啊 我们以前还可以用馒头皮把它包裹也行啊 现在有了胶囊了呃 胶囊用起来更方便啊 装到胶囊里头以后呢 在饭后啊吞服饭后送服啊 每天三次 每天三次 七到十天是一个疗程 对于二比八粒级的治疗 有一定的疗效啊 有一定的疗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林郑费要我们注意的 就是要正确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啊 前人智力的经验 那么这个呃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刚才在讲到治疗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过 同时在我们发的补充教材的那个呃 参考教材当中呢 也专门有这样的思考题 给大家思考啊 那么正确的理解 灵活的去运用 不要再不是这个绝对的死般教条啊 俊宜的去运用 比如说我们讲的无疾不成立 立先当头下 立无之法啊 刚才讲了立即是不是就不能用呃 纸色的收色的布托的方法来治疗呢 未必啊 所谓立无之法 主要是指的急性暴力 我再重复一遍啊 急性暴力要用通用的方法来治疗啊 通调病师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不能过早的去使用一些兜色的方法啊 如果说你过早的使用的一些兜色的方法 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修行啊 但是当它虚向毕露的时候 慢性久力虚向毕露 甚至脱肝啊 滑脱不进的时候 那么我们必须还要用一些区域的方法来治疗 不是不能用 是要辩证的去用 要灵活的去运用啊 这点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三个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可以呃 辩证的配合啊 在辩证治疗的基础上 配合一些单方草药啊 呃 第四个呢 就是重要的冠肠疗法的应用啊 重要冠肠疗法的应用 我刚才在讲的一些其他治疗方法当中 也给大家讲了 这是我们中药啊 中医中药治疗一些慢性泄力啊 慢性泄力啊 一些严正性的肠病 非常有优势的一个治疗方法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到网上 包括我们的脂王啊 去查一下 大家查一下 呃 我们中药患肠 配合一些 这个口服药的治疗 在治疗严正性肠病之方面呢 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疗效 甚至有一些成果啊 那么这个 希望我们同学们将来 比如说在这个 临床时候可以自己去用用 自己去体会体会啊 呃 第五个就是 畏重病症的救治啊 畏重病症 在立体当中 畏重病症两个啊 两个畏重病症 一个是医毒力 一个是进口力啊 医毒力啊 在它出现了内壁外脱的时候 那么是相当危重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治疗 主要要一起顾 顾痒 一起顾脱啊 所以我们常用的方药 是独生汤或者生不汤 那么这个独生汤 生不汤啊 现在在我们的 这个所有的 全国的中医院的急诊室 都有红生注射液 和生物注射液的 这个药液的这个配备啊 所以我们来不及 给它用汤药的时候 可以考虑给它 改用针剂来治疗 既可以肌肉注射 也可以进来点滴啊 这是一个进口力啊 在实证急性的暴力 和慢性的酒力当中 都可能会出现啊 刚才给大家讲了啊 实证的进口力 主要是一个 湿热一毒啊 上功于胃啊 湿热一毒上功于胃 而导致的胃气溜而不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治疗 还是要清泄湿热啊 清热泄热和为 苦心通胶 所以我们常用的代表方式 开进散啦 预书丹啦 还可以用一点什么 用点黄莲 当然这个黄莲 用姜汁炒一下 这个黄莲 那么它既能够清肠造湿 清热止力 同时又能够 这个降丽之后 黄莲有之后的作用 姜汁的之后作用也非常好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 那么十一症呢 我们治疗就要健体合胃了 我们常用的代表方式六斤子仓 再加上十肠苦啊 再加上僵制啊 那么 同学们要注意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在虚症当中 如果出现了这种进口力 往往提示了它胃气的衰败 我们通常讲胃气 有胃气则生 胃气则死 所以这个如果说出现了胃气衰败 这样的表现 那么它的病症 同样也是很为重的 同样也是很为重 必要的时候 这两个阵型 必要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中西医结合去精致 多种措施 多种手段 一切都为了病人 目的就是要静恒静患的 缓解它的这种 这个危重 这个危重现象 这个改善它的危重现象 所以这是 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注意 出现了这种 遗毒力进口力 都是很重的重症 必要的时候 要和病人家属做一些沟通 这是思考题 这是立即的思考题 大家看一看 世俗 是你和你独立的政治方要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应当如何理解 无其不成利 立先当头下 和立无知法的说法 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我们怎么正确的 灵活的去运用前人智利的经验 第三个 何谓逆流管周法 它的适应证和代表方计 是什么 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也是中文给大家讲的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